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要刷肖战最帅还是同一帮人嘛 只不过呢他们黑人的手段更加的高级了 不过现在的网友啊可聪明了 一下子就发现了端倪 职业黑子们选择在所有的热门短视频 或者是微博的评论作为战场 而这一仗啊肖战不战而胜了 肖战自复工之后呢也用作品回馈了粉丝 他的作品成绩也出炉了 他今年发的第一首歌曲是红梅赞 豆瓣评论五点一分 歌绝对是好歌 但是网上关于肖战的演唱评价 却是褒贬不一的 肖战这一次老歌新唱啊 总归是好事 这种老歌平静而论 大部分的人呢都不会选择去听老板的 更何况是05后的小妹妹们呢 肖战这一次翻唱啊 也让很多年轻的小妹妹感受到了老歌的魅力 也感受到了红梅赞所传达的品格和精神 肖战今年发的第二首歌是光点 豆瓣评分4.9分 这首歌喜欢的人呢就特别喜欢 讨厌的人呢就特别讨厌 这首歌不是免费能够听的 要花三块钱才能够买到版权 当时因为有年轻的小妹妹 没有经济能力 找家里人给钱 多买了几次这首歌 然后还上了教育类的个新闻呢 老师组织学生应援这件事情啊 也是闹得漫程风雨的 后来肖战工作室呢也出来道歉了 正确的引导了未成年人的 具备的价值观和追星里面 网上有圈内人爆料说 签肖战影视签的心理传媒和合宋传媒 已经给肖战换了团队了 他们配给肖战的团队啊 确实不太擅长带流量艺人 以前他们都是带海青啊 宋家啊 李冰冰啊等少有花边新闻的艺人的 这一次这个团队首次带流量明星 一有问题就发展了不可收拾 感觉啊这些天肖战的风评有回暖 或许啊也正是换了团队的原因吧 什么事都做的有无理有条的 东方卫视的招牌节目极限挑战 也请了肖战去当了飞行嘉宾 路透照呢也已经出来了 粉丝们也放心 前段时间他的粉丝都害怕他接不到通告 虽然呢极限挑战这个节目 换了常驻嘉宾和制作班底 口碑也变差了 但是肖战能去上这个节目 总归还是好的呀 在这个特殊环境之下 比那些接不到活的明星真的好太多了 顶流真的就是顶流 无可厚非 浙江卫视也请了肖战去录青春环游记二 高湖路透也出来了 这次呢也不是六粉的 这种吃吃喝喝还能够公费旅游的节目啊 实在是太好了呀 肖战呢也可以借此机会 减减压履履游 确实是可以让一个人放松一下的 也希望肖战能够忘掉之前不愉快的事情 浙江卫视自去年追我吧 节目发生了意外之后 有一段时间遭受到全网抵制 不过互联网的记忆啊 就跟鲸鱼一样 只有七秒钟 疼和爱都不会记得太久 一下子就忘记了 创造营2020此前用了肖战去招投资商 肖战呢在创造101的时候 就以学长身份去带过一些漂亮的妹妹们了 肖战签的经济约的老板龙丹妮 也一直跟腾讯合作 肖战呢也是背靠腾讯视频的 近期有网友报道说 创造2020肖战会去当一期飞行导师 创造2020现在是真的没有什么人关注 以龙丹妮的性格啊 说不定真的会安排肖战去录那么一期 拉拉人气也是极好的嘛 近期网上又有传闻说 肖战会去翻拍经典的民国戏 金粉世家 在原本当中啊 男主是由陈坤饰演的 大家对于这个角色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 肖战长得帅 演技也好 就形象来说的话 很符合金燕熙这个角色 毕竟这也是网传 网上关于肖战的官啊 大多数都是假的 如果金粉世家真的要翻拍的话 金燕熙的人选肖战真的很适合哦 对于这个角色的印象